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曼子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本节课呢,咱们来讲解一下 关于咱们这个首页的一种页卡切换的效果 比如我们通过欢迎页面呢,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 首页呢,底部有四种导航切换的效果 比如我们点击首页呢,在这个页面就应该显示首页的效果 当然呢,我们是随着咱们这个项目的功能在逐步的完善 在这个首页当中呢,后续肯定会有一些内容的渲染 这个咱们不先着急,先把咱们这个主框架给打起来 我们主框架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呢 咱们在下部有一系列的导航效果 比如我们点击首页,这一块显示的一些首页数据 当我们点击了团购之后呢,我们显示的是一些团购列表 对吧,那点击发现,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周围的一些信息 以及点击我的,可以来到我们那个个人信息页面 进行一些内容的设置,或者是功能的更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思维导图当中 那,咱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讲解了一下这个欢迎页 以及导航页的操作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做一下 在我们首页当中,根据这些底部导航卡来切换不同的效果 那么类似的一种效果呢,呈现的一种样式 我呢,已经给大家截图显示出来 你比如,我们这里面是首页团购发现和我的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一下 好,我们先看一下底部导航卡的一种效果实现 该怎么去做 来,有的同学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视图之后 首先想的就是,下面是一些Tables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导航卡 那我就可以使用一个安卓提供的一个控价 叫做Tablehost 用它来实现我们的一种效果 那么Tablehost的大家也不陌生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种打电话的一个页面 那这上面呢,其实就是一些Tablehost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点击不同的Tab 这一块每一个都是一个TabItem 点击不同的Tab之后 它里边显示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那上面我们显示的和我们下面显示的也不一样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这一行导航条呢 放到我们的下部 但是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想要去使用Tablehost 后续针对我们的开发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如果使用Tablehost的话 大家咱们这种背景的一种选择做起来 就可能稍微偏麻烦一点 你比如我们在去点选的时候 这些背景颜色是会发生变化的 那我们在根据项目开发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空架 比如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写起来比较简单 利于大家理解的一些代码呢 来实现我们这种效果的切换 在上层我们使用一个叫做Framely Out的空架 以画面的形式呢来呈现我们的一些内容 而底部的这些导航条呢 我们使用Radio Button 把它放在一组Radio Group当中 大家可以来想一个问题啊 点击每一个空架的时候 其实它只有一个被选中对吧 这跟咱们Radio Button一组空架当中 实现护斥效果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实现这种护斥的一种效果 在我们底部导航页卡的效果实现当中 我们使用了两个空架 一个叫做Radio Button 一个叫做Framely Out 实现我们的一个布局效果 也就相当于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页面视图呢 我在上面整体呈现内容的区域 使用一个Framely Out进行呈现 而在下部的一些导航区域呢 我们使用一个Radio Button 当然我们这一块是一个Radio Button 这一块也是一个Radio Button 整体有四个Radio Button 那么我把这四个Radio Button呢 统一的放在一个Radio Group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在点击首页的时候 其他三个是不被选中的 就相当于我们只有一个按钮 获取焦点的一种现象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考虑到 在我们安卓当中提供了这一系列的属性 呈现的空件 就是我们的Radio Button 做到一组Radio Button当中 只有一个按钮被选中 这样的互施效果 好功能点咱们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想一下怎么进行这个页面的布局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整体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Linear.out 让我们的上层 使用一个权重的形式 填充完整个页面 而下层呢咱们就直接写上我们的一些空件 OK 分析完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下代码的编写 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首先我们要操作的是MyActivity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页面 在之前的例子当中呢 是给大家实现了一种叫做Button按钮切换的效果 这是咱们在上一个例子当中 为了带着大家去写那个XUtube框架 怎么去使用的时候 给大家写的一个例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空件先给它干掉 而根布局呢 我们给它说的是使用一个叫做Linear.out 同样判定的一些属性填充呢 我们也不需要 给它指名Orientation的属性 为Vortical 上层呢我们使用一个叫做Frame.out ID 咱们起一个ID的名字 叫做MangonContent Wireless呢我们使用Match Hunt呢我们先给它0DP 因为我要使用weight的权重进行填充 所以在填充的位置当中垂直布局 所以我们给它的Hunt的高度呢 就可以使用0DP进行填充 那么这是我们的Frame.out 同样呢我们在下面呢定一个叫做Radio.group 在这个Radio.group当中 去存放一系列的BUT按钮 那么首先呢 我给这个Radio.group呢 先添加一个ID值 咱们叫做MangonBottom Tips Wireless呢也给它MatchParent 以及Hunt给它RapContent OK在这个Radio.group当中呢 我们嵌套的一定的Radio.group 比如我们第一个Button按钮呢 给它起名叫做MangonHom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Wireless呢使用RapContent 以及Hunt咱们使用RapContent 咱们再去指名一个Test 比如我们先叫成首页 OK那么这样的Radio.group呢 还有三个 我们统一的进行一下复制 OK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里面Radio.group呢 我们填充了四个Button按钮 那么回到页面布局效果 大家来看一下 那整体给我们呈现的效果呢 是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四个Button按钮呢 它是按垂直方向的 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group当中 添加一个Orientation的属性 让它等于Horizont 让它水平进行排步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四个空间进行水平排步 同样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weight的属性 咱们给每个空间呢 都定义一个weight的属性 那么回到前面效果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每个空间呢 都可以呈现我们的一个效果 那么大家还可以发现 在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选中的这个按钮的 一个Button样式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去掉这个Button样式 咱们给它定义一个Button的属性 并且给它定义Add空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去掉这个Button样式 所以呢 我们给这其他的三个按钮呢 都给它去掉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体的就给它排步完了 那么在这个文字上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图片 我们呢 就把这些图片给它拿过来 美工呢 在之前 已经给我们把这些图给做好了 比如我们选中 呈现的颜色呢 是咱们这种橘色颜色 而没选中的时候呢 咱们选择的这种样式呢 又是不一样的样式 那么选中和没选中呢 对应的是咱们不同的两种图片 那么在后续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要对这些两种图片 进行不同的切换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些图片 放进我们的项目工程当中 OK 那么存在于我们这个工程当中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 页面的一个排布 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页面排布的时候 我们点击不同Button按钮效果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我们图片来说 也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我们点击首页的时候呢 这个首页上面的图片 以及首页这个文字 都要变成我们的一个橘色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种首页点击效果的时候 这个颜色变成了橘色 其他的颜色呢还是平常色 那同样我们点击团购的时候 团购被呈现成巨黄色 那既然我们定义的是一个RadioButton RadioButton呢就有选中和没选中的视线 那我们能不能根据它选中和没选中 进行一些不同的背景切换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咱们的一个Selector 比如我们先处理这一个首页按钮 在首页按钮当中呢 我们需要对这张图片进行处理 而图片呢我们大家可以很简单的 咱们使用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Drawable Top 我们定义Drawable 然后比如我们先去使用这个 Man gone home Pressed 这时候我们图片呈现出来呢 就会在我们这个首页的上面 当然咱们想要进行居中呢 还可以指明Gravity的属性等于Center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进行咱们的位置居中 但是呢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 根据我们RadioButton 哪个按钮被选中呢 咱们才让它呈现居黄色 而其他的时候不呈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肯定要定义一些背景选择器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Button按钮的 DrawableTop进行选择的时候 而不是固定的图片 应该是一些背景选择器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我们这里面呢 已经定义了一些背景选择器 那我们针对主页以及My 以及发现和团购 定义了四个不同的选择器 比如我们先打开这个Hom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个Selector节点 里面呢存放不同的Item 在里面根据我们State状态为True和False 也就是我们选中和没选中 切换不同的一个图片 选中的时候是咱们的橘色显示 那这是我们的ManConHome 同样呢针对我们的My以及Finder 以及咱们的Search发现都定义了这些背景选择器 那么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位置呢进行使用 我们使用 ManHomeSelector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选中和没选中效果就不一样 那同样我们第一个按钮这样进行定义了 下面的按钮呢也一样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在这四个Button按钮上面呢都添加了咱们这个DrawableTop的属性 并且定义的是咱们的一个背景选择器 那么定义完这个背景选择器之后 大家可以在咱们运行的时候 根据它不同的背景 定义不同的样式选择背景选择 根据咱们选中的状态来显示不同的背景 同样我们这个Graphic Center呢也给每一个RadioButton定义一下 那在我们这里面呢大致的效果就呈现出来 我们后续呢会对它进行一些美化 OK 本节课呢给大家讲解的支持点咱们就先讲到这里